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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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推训能不能看 我现在就把你跑到达的攻击 可以去下跨铺 我现在不觉得再球的原因 Do they make anymore road rashes I know they have one on playstation ípish tv的帧数稍微低一点 大家忍一忍 要等小子把那边调一下 腾的地方 office all these other things I guess now we have some like grand theft auto 看一下两边的开局 神组选的是单兵营开矿 虫组是裸三 并没有裸 并没有裸黄金矿 裸三 记者神王直接去开黄金矿 单兵营开黄金矿 这什么意思啊 干嘛上来就打自己水晶啊 嫌剑技学太坚固了 好 直接做剑技学 虫组是一个裸三开局的话 这开局肯定对虫组是比较有利的 神组要在等黄金矿运作以后呢 才能够把经济追回来 黄金矿啊 其实对神组的帮助是挺大的 神组属于 补农面还是比较快的一个种族 看一眼 他现在主要来看哲学的进度 有没有加速 那边已经放了个VS做剑学 母舰可以两边飞 各种防守 这母舰可以很忙啊 所以说母后能飞不能再等 在星期十八一里面 黄后就是能飞的 在星期二里面也应该能飞 哎哟 哎哟 怎么又撕小风啊 这不告诉你来四条狗就把他这个哨兵给咬了啊 这边经典神皇下了VS以后 各种补兵营难道是要 哎一波 还真咬了一个哨兵 有关系狗还进去 这 哎呀经典神皇这些 他有时候操作挺好的 有时候他操作就简直烂的不能看啊 爆了一波狗压制对手 他不想让对手开这个三地地 打一个双线 我们看Live的这个双线 效果还不错 B对手拖了一波农民 主控又穿进去了 主控又穿进去了 一切源自于那个哨兵的死啊 这个怎么一打节奏就乱了 classic让我太失望了 这个属于一个 因为classic其实是一个一流的神族 对吧 大家应该知道的 他是属于这个一个比较强的神族 一个比较强的神族犯这样的错误呢 就有点不太能够容忍 如果你说这个错误是 像我这样的菜鸡 那我觉得很正常 对不对 这种一流神族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你要没有这个金刚钻 你怎么能懒这个慈悸活 你怎么能去开这个黄金矿 这些农民死了20年 这还打个毛 这Live用狗就把对手打成了这个样子 这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估计Live试了一下 感觉对手这个防守啊 到处都是漏洞 一打双线就崩了 继续往前涌 光是暴狗还要把对手打得找不着北 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 Live有大量的存款 因为暴狗真的对于一个三基地运作的重组来讲 简直根本不是事 你20多个农民就可以一直暴狗 人家现在有40多个农民在一只 那这个钱肯定很多的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干扰重组的 干扰神族的经济 这边又硬来 又抢咬哨兵 哎呀真是凶啊 差咬光了 哇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直接击击了 克拉塞克已经被打崩了 Live这场比赛的节奏真的是打得相当的出色 但是这样的进攻型的风格也是容易啊 让他面对顶尖身族的时候 一旦是对手防守的出色 可能啊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他可能就是这场 他选择这张地图啊 就是想勾引对手 他自己三开勾引对手开黄金矿 然后通过多线的绕狗把对手打死 这样的一个亮剑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这场比赛最后是Live获胜2比1 我们要稍微需要等待今天的败者组的比赛 是两位虫组海皇对战